都陸續有在積極進行當中 但是這張照片是由花蓮自強國中的航空社 用無人載具機去拍的 從海上去拍的一張 目前蘇花公路斷線正在搶修的路段 那我們看到它除了下方的坍塌之外 讓人比較擔心的是上面還不斷的在 因為它剛好在一個河谷中間 所以非常令人擔心的是這次坍塌的非常的嚴重 這算是個天災 但是會不會在春節我們預定修復期之後 只要一下個雨這幾天又一直在下雨又繼續發生 當然我們是非常擔心 也應該也要去幫他們鼓勵 就是工程人員像蜘蛛人一樣 吊掛在這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不斷的在日夜進行搶修 可是我們也擔心這個後續的 會不會持續的發生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況 我們更擔心因為天后等因素 如果繼續坍塌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春節期間的交通 我想這個是很多花蓮交通以及觀光運輸業者 大家都非常擔心的問題 那所以我想提出第一個呢 就是說萬一我們這個路在這段期間還持續發生狀況 尤其春節期間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補救方案 那麼部長在前一陣子到這個花蓮進行委員會考察期間有提到 這個藍色公路是一個可能的投入一個緊急運輸情形的一個可能的選項 那我們有沒有把春節期間相關的規劃有沒有可能來得及 就春節這十天 那尤其是我們現在這個即便是鐵路也加開班次了 那即便是就算是空運也加開 事實上對地方觀光業者蠻困擾的一個事情 就是遊覽車沒有辦法走這一條路 那他這個要大老遠的對司機的休息以及時間也都會發生 這個當然不理也不允許 那我想這個我們也不應該讓司機如此的勞累 如果有藍色公路的投入 他可以直接的去協助這個大型遊覽車 機具的這個運輸 那我們有沒有把它當作一個春節緊急運輸的一個選項 那時程上面有沒有可能來得及 是我想跟委員去做兩點報告了 先還是針對這個公路部分 我們現在公路部分我們基本上現在採取的就是說 屬於這個下邊坡這一部分 修這個要花比較花時間了 我們會還是會繼續進行 但是呢我們現在就是往山這裡面去挖進去了 那這一部分大概全場大概有100多公尺多一點了 那這一部分呢 在按照我們目前公路局他們的這個進行的方式 估計是在春節之前 前三天目前是這樣 我們大概就可以把它整個路把它做通 你說挖進去是挖到後面山谷裡面嗎 就是就是我們如果如果這個是山坡 邊坡是往下這下面掏空的嘛 我們在這邊有十星的這個路路是這一部分 這邊就是上上面的上邊坡嘛 我們把這個上邊坡再往內切一點 然後把這個路往內走 基本上是以這樣的方式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如果可以可以在新年前把它就 春節前把它做通的話 我們的目標是要全線恢復正常通車 包括大車小車 甚至於是這個載重車輛都可以過 那然後呢就這部分讓這個等於有個新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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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面出來以後 我們這邊慢慢想 對但是部長你你講的這個方案有沒有考量到後面 對這個我也這個馬上就要來說明 這個方案我們當時的一個 我們現在目前是每天都在監測 它有沒有在變化 那為了要因應上面那邊有 有這個可能會繼續往下攤的這個這個問題 所以所以我們在那個現場 它那個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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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是一個這個V字型的一個彎 我們在V字型的彎 我們裁彎曲子做了一條橋 所以換言之就是把那個坡角 就是就是這個V字型的彎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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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就是說這個裁彎曲子的一條橋 然後呢這樣子V字型凹進去的那一塊 那是那是在那個邊坡的坡角 它如果它如果會將來即便會攤 我們希望攤下來 不會傷到我們的橋 我們路的讓人可以繼續走 是不是 這些是新的這個 沒有這個這個在 橋已經蓋好了 橋是原來就有的 橋橋是我們上一次 在這個八八之後 沒機之後 沒機之後 我們就就有那個規劃 現在這個橋已經通車了 所以我們我們現在整個路 已經不需要凹進去走了 所以那邊就拉出一個空間來 萬一上面有有有有 一定數量的這個這個吐司攤下來的話 它就跟我們現在路有一段距離 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的 這個這個這個 等於說梳化路不斷在改善 它安全的中間的一環了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呢 我們我們我們是 對上邊坡啊 這個有有有有 坍塌之餘的 這我們持續在監控啊 那麼目前來看的話 稍微啊 就是說隔一段時間 稍微一些移動 但是狀況是在我們堅持之中 然後我們在 那目前工程都有按照進度嗎 就是對 目前的目前就是說 這個橋這部分 早已經做完已經通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相當於開一個 永久性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改道這一部分 目前按照進度在施工 那它就把那個 那個上邊坡等於一路要降挖啊 現在已經已經在進行中 所以我們現在雙線通車還是 照現在的進度沒有新的狀況的話 就是還是 對我們的目標就是到 春節之前啊 我們要讓這個新的 這個改道 要把它完成 這個改道一旦完成 梳化路是全面啊 這個恢復正常通車啊 然後呢我們要確保 它是在安全狀況下 全面正常通車 這個在春節以前我們要希望能夠做到 所以這一部分先做報告 那第二點呢 對就是說對於所謂藍色公路這一塊 我們估計啊 可能這個春節會來不及了 你怕來不及了 對我怕來不及啊 就是說因為它不光是我們行政程序的問題 另外最主要它有些設備的問題 它還要加上下船 對還要加裝上去好不好 那當然這個部分因為 所以我們仍然是以公路作為目標 這個當然是遊閒 也習慣啦 但是如果說藍色公路它是可以 在我們怕這一次有點來不及 不幸的發生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希望不要排除它作為一個 是我們仍然會繼續努力 但是時間上可能這一次可能會來趕不上 大概是這樣子 那麼接下來 因為這個照片我剛剛跟部長提到 這個我剛剛講就是 由國中生他們所研製的這個無人載具機去發的 那就知道這些學校他們也有提供 主動提供相關的這些照片 很好大家一起來關切我們台灣的路 我想這個很好啦 那我是希望說我們是不是能夠進一步落實 這個關學的合作 當然因為有學生 這個是有鼓勵科學研發的一個 而且他們學以自用 有非常具體的成果 我今天跟葉怡經委員說 製作這個航空載具機的小孩 跟他的小孩年紀一樣大 這個都非常的impressive 對 那個委員可以把資料給我們 用非常低的成本 如果說我們整個蘇花的監控 我們的公路總局 可以來跟這個學校來進行直接的合作 那隨時提供監控整個環境改變 或者是可能發生的一些 坍塌路況 其實這個是非常具體而且有用的 那是不是可以 我們資料提供 對 委員把資料提供給我 我們交通部這邊跟公路局這邊 我們會來跟他聯繫 也鼓勵他啦 也要鼓勵他 對 應該要鼓勵啦 而且甚至他們 我看他們比對跟這個空軍的 這個空拍獨作比對 我都不覺得他們會輸我們這個 空軍這個大額採購 我們要給他們鼓勵 要給他們鼓勵 是 好 那麼另外呢 在公路鐵公路運輸的部分 我們現在羅東轉運站 這個也完工了 那但是很多民眾恐怕還不清楚 也不曉得 就是整個搭乘巴士 然後再轉搭這個 算是連結這個比較短程的車子到花蓮 那事實上他當然也比較便宜 那我們也希望說更多人能夠使用 但是現在這個轉乘的公路 他使用的狀況是如何 因為我曾經試著去 我曾經去看啦 結果全部斑斑客滿 這個公路這個巴士 首都客運 然後當然我這個是週末去看的 就是整個要等一個多小時 將近兩個小時 才能夠補到這個位置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 運量上面 在過年期間也能夠增加 他的一個運量 那這個部分 也要拜託交通部 我去做一個積極的評估 那麼也提供這個 現有的這個乘車狀況 他現有的運量 例如說他的搭乘率大概有多少 他的空位 時段 等等這些相關的資料 也能夠提供給我們辦公室來做參考 那同時也要加強這個宣布 這個宣傳 讓更多人知道這是另外一個選項 還有本席曾經在這邊提出的建議 就是說這些 這些路客專用的這些車子 原來是開到蘇澳的這些車子 那現在又因應遊覽車不能走 所以這些車子反而沒有扮演到原來 這個路客專運的這個功能 那是不是也能夠在過年期間 拉到至少蘇澳跟宜蘭的這個地方 來搭配這個公路的營運 那增加這個能夠到東部的班次 那希望這些部分也能夠加以考量 是我想這個是鐵公路的一個複合運輸的接駁啦 我想這部分我們可以再來檢視他目前的能量 跟他這個接駁的銜接性 那接下來因為我們剛過元旦 2013年有一些新的措施 尤其是像這個我們過去 我們交通部有一些補貼地方偏遠 這個偏遠地區的這個公車的部分 那有一些縣市 這些我們被這個承包的相關的這些公車單位 他們要求要用IC卡 要用電子卡票證 要求老人啊殘障人士要搭乘他的公共交通的運輸 一定要用這些卡 但是因為有些縣市政府 他們編不出預算來製作 這些老人殘障人士等他所需要的這個專用的卡 變成到2013年1月1號開始 沒有辦法去乘坐這些 沒有辦法按照原來的福利標準 去搭乘這些公共交通的運輸工具 不能用原來的這個紙本 那是不是這個問題我們能夠更積極的 來跟各地方縣市政府來商討一個方案 市長說明一下 市長說明一下 所以我們比較鼓勵這個 用電子IC卡 用電子票證 對但是因為對 例如說我舉個例子 對一個縣政府來講 他可能要花費到兩千萬的這個經費 來製作這個IC卡 並且發放給相關需要的人士 那萬一每個縣市政府他財力狀況 他財力狀況跟施政的重點不一樣 如果他沒有把這個當作是優先 要處理的事項 那影響到所有要搭乘公共運輸交通工具的這些人士 他的相關的權益 此時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我跟委員提到的恐怕是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你想要提到說 他會發給那個是老人的 那是各縣市政府發給老人的 老人殘障的卡片 那我們這個呢 是只是說你搭乘的時候 你用這個IC卡的話 對但是現在你們所補助的這些公車 他要求只能用電子版的 但是縣政府他又做不出電子版的IC卡 那該怎麼辦 他那個電子版的IC卡 是他在買的時候他就可以買得到的 嘿 不需要是由縣政府來做 你說他在各 他不像我們台北的悠遊卡這麼方便啊 他各地不一定買得到啊 他怎麼會買得到呢 就有的縣市他根本沒有這個特殊的IC卡 他根本就沒有啊 他們是習慣用紙本卡啊 我跟委員 是或者是我 討厭時間到 那我們就這個問題啊 因為這個今年一開始 就開始陸續很多人碰到這個問題 希望能夠加以解決 好 謝謝 謝謝